中国第二台华龙一号核电站并网发电 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性怎么样 又该怎样保障核电站的安全 近日 中国第三台核电华龙一号中和集团 福清核电六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开始向中国电网送出第一度电 华龙一号的成功代表了全球第三台 中国第二台华龙一号并网发电机组的问世 在核电站问世之前 世界上主流的发电站是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利用煤炭和石油发电 水力发电利用水力发电 还有一些靠风力 太阳能 地热 潮汐能 波浪能 找气生产电力的小型或者试验性发电装置 而核电站是利用原子和内部运藏的能量 大规模产生电力的新型发电站 核电站用的燃料是钮 钮是一种很重的金属 用又制成的核燃料在一种叫反应堆的设备内发生裂变 而产生大量热能 再用处于高压力下的水把热能带出来 在蒸汽发声器内产生蒸汽 蒸汽推动气轮机带着发电机一起旋转 电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并通过电网送到四面八方 这就是最普通的压水反应堆核电站的工作原理 前面提到的火力发电和风力发电 是世界上最普遍运用的两种发电模式 其中火力发电要用到的煤炭和石油 是属于不可再生能源 世界能源危机日益严重 火力发电并不长久 并且火力发电对环境有着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煤炭直接燃烧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加重地球的温室效应 同时燃料充分燃烧会产生大量的锅炉粉尘 人体在吸入后会引起肺组织纤维化等疾病 粉尘污染对植物的生长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火力发电对于环境的污染是全方面的 加之目前世界各国一直在呼吁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 所以火力发电虽然目前是主流的发电模式 但在未来迟早会被取代 而核电不同 核能产生的电力只是纯粹的原子能的裂变释放出来的能量 并不会产生硫氮化合物以及二氧化碳 这样就不会像化石燃料发电那样 排放巨量的污染物物质到大其中造成空气污染 也不会加重地球温室效应 同时 核燃料能量密度比起化石燃料高上几百万倍 所以核电站所使用的核燃料体积小 运输和储存都很方便 一座一千百万瓦的核电站一年只需要30公吨的诱燃料 相当于运输飞机一次的飞行就可以完成核电站一年所需的燃料 所以核电站的成本相较于火力发电会低不少 发电成本也较为稳定 核电站成本相对较低 发电效率良好 不用担心能源资源问题 也没有污染环境的碳排放 这些优点让核电站成为了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青睐 据了解 法国70.6%的电力都是由核电站产出的 美国一年由核电站产出的电力就可以达到809.4亿千瓦 中国每年核电站也能产出330.1亿千瓦的电力 但是人们一直对核电站的认可度不高 对核电站也一直存在这种问题 核电站的安全性高不高 放射性废物 是否会危害健康 住在核电站周边是否会被辐射 这些问题被提出来是十分合理的 因为核电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用的好可以是清洁能源保护环境 用的不好就会造成一个地区几十年的危害 同时对人体的损害也是极大的 至于危害有多大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 给近代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两件核事故都被世界评为 第七级事件的特大事故 也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两件核电事故 数十万的人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没有牺牲的人 也会在余生经历着核辐射带来的病痛折磨 数百公里的地区成为无人区 人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这是一场灾难 由核电站引发的灾难 使人们对核电站形成恐惧 有所芥蒂都是十分正常的心理 在核电站问世的时候 科研人员就明白 核电站具有的威胁性 所以每一座核电站的建成 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国际审核 20世纪90年代为了消除美国三里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负面影响 世界核电站界集中力量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 进行了研究和公关 出台了先进清水对用户要求文件 欧洲用户对清水核电站的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世界核电站的预防与缓解严重事故 提高安全可靠性的要求 这也推动了第三代核电站技术严格的技术要求 中国的华龙一号核电站就是第三代核电站 该核电站经过了三十余年核电科研设计 制造 建设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 同时根据日本辅导核电站事故经验反馈 以及中国和全球最新安全要求建造而成 从2017年开始 英国核设施监察局 就开始对华龙一号进行通用设计评估 在经过四年三个阶段的评估工作后 从初步的安全报告的审查结果看 华龙一号在核安全 环境与核安保方面 没有存在任何根本性缺陷 并且华龙一号核电站本身可以抵抗 李氏 九级地震 十七级台风 甚至大型商用客机的外部撞击 那到底华龙一号是如何做到 能够抵御如此大的破坏的呢 要知道 日本辅导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原因 就是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了李氏九级地震 对辅导第一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的内部基础设施 造成了巨大破坏 为了防止华龙一号核电站中核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外泄 在建造的过程中为其设置了三道防护钢甲 这三层钢甲分别是核燃料磅包壳 易回路承压边界安全壳 这三道防护理应外合层层保护 环环相扣 对核反应堆形成了全面严密坚固的保护 其中最内层的燃料磅宝壳 是为了支持燃料组件内的可裂变的燃料 并且其整体由延长的告合金材料组成 外表有特殊材料的表面涂层 主要用来防止核燃料磅根反应堆的冷却水接触 避免了放射性物质随着冷却水暴露到外界 而中层的一回路承压边界 其主要功能就是在核电站正常功率运行时 将堆内生产的热量再出 防止热量过度堆积 同时也作为内部系统的压力边界和屏障 其中的冷却剂作为毒物棚的载体 可以起到慢化剂和反射层的作用 对整体实行超压保护 确保放射性物质不会大规模的泄漏 而最外一层的安全壳使用的是 厚度分别为1.3米和1.5米的大溶级双层安全壳 原来的核电站采用的都是单层安全壳设计 安全壳既要承担事故情况下的内压作用 又要承担厂房外部可能的各种灾害作用 导致安全壳承受压力过大 不能在事故发生时持续地保护内部结构 而大溶级双层安全壳 实现了内外壳分离的功能 内壳用来抵御各种严重事故下 内部的高温高压 外壳用来抵御包括飞机碰撞在内的各种外部灾害 同时双层结构也可以更好地起到 对于环境和人员的辐射屏蔽作用 中国新型的华龙一号核电站 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来保障核电站的安全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实现清洁能源的同时 也能尽可能地保障科研人员和周围地区人民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